但是在台北这个地方居然现在说是逢雨必烟 这是台北市议员陈宜君他的爆料 他说气象局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资讯 北市具指标性的知名公办都跟斯文守善 遇到下雨就酿成严重的灾情 这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水势倾泻而下 就像是大瀑布一样 不只是地下停车场的水管漏水就像瀑布 就连一楼大厅的地面上也积了一滩一滩的积水 管委会还紧急搬来沙包止水 陈宜君现在就要质疑了 要进到一楼的大厅的雨水沟的设计是深度不足 所以这个水就会倒灌进入大厅里头 陈宜君他现在怒劈 柯文哲任内的工程总是积水漏水 让民众住得很不安心 居住品质大打折扣 另外在高雄的岡山区这边 这一处是新盖好三年的住宅社区 也是只要下雨就会像这样子淹一整排 现在居民就指控了这个水沟盖太高 所以导致排水不良 陈勤水利局 但现在得到的回应居然是没有经费 这也让住户PO文抱怨说 经费预算到底是花在哪呢 因为这个高雄的海沙屋是因为大雨的不断 当然现在住户也是深受其扰 因为说这个睡到半夜居然要起来挖水 好把水给自己手动排出去 专业的济世现在就表示了 雨水会造成房子的载重更重 恐怕会加速房屋的损坏速度 你看这条航子都清水了 下雨天 山区沿浦路沿水了 一整排透天错才刚盖好三年 整个社区却被黄泥水淹惨 监视器拍下 淹水范围越来越大 甚至淹禁车库里 指控是水沟太高排水不良 才会淹禁民宅 水沟是水利局要负责啊 从去人反映到现在啊 他说没有机会啊 住户打电话向1999陈勤 转给水利局处理 但住户得到的回应竟然是 没经费处理 再等等明年预算 让了一张想问 到底钱都跑哪去 清水沟也是没有效果 我有反应是水利局啊 说没经费啊 水利局后续会看办理经书 并视作联同馆加速排水 另外古山区仁爱河滨商城 被称为高雄最大海沙屋 住家内一片狼藉 下大雨狂漏水 天花板塌陷 梁柱整面裂开 而外围钢筋裸露 地下室也滴滴答答 变成蓄水池 我们都要常常半年都要起来 喝水啦 雨水会让我们的房子的载种会加重 所以都会加速居住不安全 专业技师评估 这边恐怕已经变成围楼 建议立即搬离 不管是新带好的后天 还是海沙屋 统统饱受淹水和漏水困扰 让住户真的很狼狈 记者高雄总报道 好 北台湾的朋友们还好吗 因为昨天下午这个强阵雨 很多人下班或者是回家的时候 这路上啊 真的一直不停的狂塞 而且可能衣服都湿了 也提醒您 今天还是要记得带把伞呢 因为下午可能还会有雷阵雨的发生 当然在昨天的下雨 不少地方都传出了积水跟淹水的灾情 就有民众在脸书的社团分享说 他自己在万华的西原路 积水的马路上 居然捞到了一只活生生的吐司 好 这个网友就说 这一家人大概都捞了两只吧 甚至说邻居捞了三只 好 当然网友呢就说 现在晚上可以加菜了 晚上来进补一下 但是呢 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下雨是好的 不过要适时的下 不要下雨成灾哦 因为在昨天呢 这个大雨狂炸 部分地区一个小时 狂降雨已经破百毫米了 很多地方的这个马路 就像淹成了小河一样 甚至车辆还灭顶 夸张的是 这市区这水大道 可以看到海波浪 就我们民众说 简直就像是泡在泳池里面推车 还有人想要找警察帮忙 但是一回头就发现了 警车自己也都被淹了 就连派出所的所长 都跑出来推车 雷雨狂发为狂炸双北 台北市大同中正区 短短一个小时内疯狂降雨 超过一百厘米 水烟驾驶坐驾驶 不逃出来真不行 驾驶凄惨地推着车 屁股前行 简直像吊在大河里 脸上喷的已经不知是泪还是雨 这时也别想找警察救你 因为一回头 警车也泡在水里 四五个警察 淋着大雨狂推车 平常碰到歹徒 还可以骂两句 现在碰到很想对老天骂两句出气 而双北雨下得有多恐怖 不过一瞬间 不少车辆简直快灭顶 开车就像在开船 马路上竟然还出现海波浪 民众惊呼简直向到海边 玩虫浪 新北三重大水狂烟民宅 淹到过晚 瓢盆全都飘起来 桃圆归山一样烟成河 一场大雨严重打乱交通 台铁桃圆到阴哥一度双向不通 大批民众挤在月台打傻眼 就差没问老天 你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才肯停 跟有人说这已经不是下雨 而是老天爷拿水桶一桶一桶在倒雨 那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天 西南季风的水气 整个拉到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环境场的水气量是偏多 那今天主要发展的区域就在大同区 还有包含了现在已经下到北投那边 可是明天未必会发展在同一个区域 民众涉水而行 汽车泡在水里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这种瞬间的大雷雨 未来几天在双北恐怕还会找上你 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北北基的暴雨也导致了台铁的轨道 盐水在下午的时候 在桃园阴歌一度路线中断 台铁南港车站民众急在闸门前 全盯着时刻表音入看 距离好雨时号下午狂冠北台湾 打乱交通台铁轨道淹水 阴歌到桃园一度收上不通 尽管事后积水慢慢退去 但凤明东正线路基流失约30公尺 让台铁只能踩单线双向 并降速60公里通行 这一降速不得了造成列车大污点 列车停在月台何时开不知道 树林站民众大傻野 不知该不该继续等下去 有轮时间来不及 干脆不搭了去排队等继承车 班次大乱到还有通勤族 直接等了一小时 多久了 我还要一个小时 那现在这样怎么办 我只能出站交往班 镜头转到台中 乘客看到延误一百多分钟大崩溃 一百五十分钟 是真的会难影响行程 有些火车班次是直接扫掉 什么时候会正常 明天的吧 所以燃下雾点吗 对 火车什么时候会来的对头 都会站定的 不敢跟你讲 不少列车最多出现一到两小时延误 车站几爆 为加强滞留旅客运输 台铁也启动 时班游览车公路接驳 被在夜间封锁线路抢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新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天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